我們後來就比較一下好了 北高到底差異多大 到底是台北氣溫跟高雄氣溫會不會相差懸殊 降雨量會不會相差 還有降雨量的月份是不是也都不太一樣 其實如果說我今天要做一個這樣的比較的話 一定怎麼樣 反正就放兩個圖應該會比較清楚吧 因為有的時候如果你說 其實像我這邊已經把數字拿過來 我這個數字怎麼做過來 其實就是把上面這個表格再複製貼一個 然後我另外再從什麼 從中央氣象局 我給各位那個連結 然後這邊的話你可以再去選 這邊有個氣溫 氣溫跟降雨量都在這裡 氣溫的話你會發現台北在這裡 高雄在哪?1到12 高雄在這裡 高雄在這裡 就把1到12月份的資料複製一下 貼到哪裡呢? 貼到H8先貼到這邊好了 先貼這邊貼上 然後我可以只留下格式好了 然後再來貼什麼? 再貼這個 貼降雨量 降雨量的部分的話 一樣是高雄 高雄部分 1到12月份 把它Ctrl C 複製 貼過來的話 一樣只留下這個 那你想說 那我要怎麼樣把 這一個跟這一個 怎麼樣 直接放到這邊來的話 其實很簡單 用什麼方法? 轉字 轉字 OK應該都會 所以你看 Ctrl C 然後在油標放這邊之後的話 把它 用選擇性貼上 貼的話記得 按右鍵選擇性貼上的時候 記得把這個表 把它貼到這邊來 轉個90度的話 一定是用轉字 第一個 這個轉字一定要 第二的話格式 因為它這個原來 不知道有沒有格式 所以 確保說 它過來的東西 只有值的話 不要其他格式的話 那記得貼上的話 一般習慣還是用值 值跟轉字 這兩個 記得 把它 選到之後按確定 資料就 蓋過去了 OK按確定 其實我剛剛已經做過了 所以 我把 假設了 我原來是 這個台北市的資料 假設這樣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把這邊的資料 蓋過去的話 那我就複製之後 選擇性貼上 只有什麼 只有值 然後要把它轉字 確定 有沒有 這個時候就蓋過去了 這樣就OK了 但是 其實 未來 的目標 其實應該怎樣 應該就是用爬蟲 直接把它爬到 直接放上去就好了 不過 目標 困難度蠻高的 對不對 也不高啦 但是就是要花蠻多力氣的 最好的方法啦 因為我們現在只有分 我們只有去 做抓台北跟高雄兩個 還 人工OK 可是如果你要抓全省的 有沒有 如果全省 而且每天你要更新 每天你都要 就是 經常換這個報表資料的話 那可能你就要用 爬蟲的方法 有沒有 自動去抓 網路上的資料 自動放上那個表格 自動轉字 然後自動畫圖表 全部一起合成的話 那會是更好的 OK 不過因為現在資料量少 我們先用複製貼好了 貼過來之後的話呢 我希望 最後做到的結果 還可以像這樣 就是上面的話 畫出 標題錯 我看 為什麼是 變這樣了 不管了 然後 第一個我希望畫出 台北 像剛剛一樣 台北是這樣 那高雄呢 最好是直接幫我畫在下面 有沒有 然後一個山圖 所以你會發現 台北的 馬上就變出來了 那你可以分析一下 再來跟高雄比較 最好是放在一起 上下比較 一目了然 可以看得出來 到底高雄 跟台北的 氣溫跟降雨量 差別在哪裡 其實看得出來 其實氣溫 從這個表裡面看得出來 這個有稍微高一點點 因為一般 平均溫度都 稍微高 但是高不多 那 反而是降雨量 差異比較大 降雨量的話 你會發現 基本上應該都是 集中在幾月份呢 有沒有 6 7 8月 頂多是9月還有一點點 那 反而是什麼呢 這個 10月 11月 哇 這邊幾乎都不下雨 所以如果要去 高雄 玩的話 如果要去 保證 應該是沒有下雨的可能 就是12現在應該不會 所以現在高雄 應該 而且 今年又沒有 今年有沒有颱風 其實會 下雨量會這麼多 大部分都是拜 這個颱風所賜的 有沒有 可是今年又完全沒颱風 所以可以想見 那個南部為什麼今年又缺水這麼嚴重 應該跟這個有點關係 有沒有 從圖馬上可以看出來 但是如果你說啦 你叫你看這個數字好了 光看到這個數字 說真的 也是可以看出一點點啦 但是就是你要很認真看 有沒有 這邊也可以看 只說光看這個 看了眼睛都有點花了 有沒有 但看圖 當然你如果兩箱比較啦 誰會想要看 左邊的那個數字 一定是想 有沒有差距 可能差太多了吧 差100倍了吧 所以 要是你的客戶 老闆 大概這樣說 你可不可以弄個清楚的圖表 給我們看一下 OK 這樣的話呢 你就可以 比較馬上可以知道 所以待會也許你可以試試看 兩個互相的比較的 這個像台北跟高雄的比較 另外的話呢 還可以 試著做做看 也許 全省重要地區的那個 氣溫 也許針對氣溫去做比較 另外的話也許針對什麼 針對降雨量去做比較 有沒有 那最好的話 可以一個按鍵按下去 所有的圖都通通自己跑出來了 有沒有 做個矩陣圖 這樣的話很清楚 有沒有 OK 只是 最好當然連前面的抓資料都可以 自動產生的話 那更好 所以 爬蟲 一般會跟那個後面的那個 畫圖 會結合在一起 所以像Python有一張證照 就是 考那個什麼 第一個考爬蟲 第二個考畫圖 他就有一張證照 專門是做這件事情的 OK 那一張我去年就把它考到了 OK 其實我自覺也會把它 放到那個 用這個VBA裡面 其實主要 靈感其實也來自Python 你會發現 人家Python可以這樣做 那VBA可不可以這樣做 其實基本上絕對可以 反而更簡單 那我覺得反而更簡單 那為什麼 為什麼你一定要學 所以我在想說 我到底 學了Python這個工具之後 到底有沒有帶來好處 如果沒有帶來好處 反而帶來麻煩 那你乾脆你用原來 你本來就有人 你幹嘛還要去學那些東西 對不對 OK 有的時候反而是捨盡求援的 那為什麼沒有人說 特別你乾脆就 就用這個VBA來畫這個圖表 我覺得最大的原因 可能是因為 怎麼講 你得到的訊息不夠多 因為一般很少有人跟你講說 用這個方式來做 OK 只是因為我剛剛想到 但是手邊資料真的很少 有交到 用VBA來繪製圖表的 像剛剛同學有問到那個 用VBA來繪製樞紐分析表 其實網路上你也查查看 很少 非常的少 而且 甚至我那時候還真的去查了一下 我Google到的東西 你可以查那個什麼 樞紐 樞紐分析 表 然後後面空一格加VBA好了 會查到什麼呢 這邊好像有 有一些 有沒有 在這邊 好像都查到我的 然後 然後還有查到一個巧克力 這個巧克力的還蠻妙的 因為我後來發現 這邊有個巧克力 我就把它讀了一下 他就很認真寫了一篇文章 但我就仔細的研讀了一下 發現 裡面有個關鍵字 有沒有看到 因此在開始工作第一年 巧克力最簡單 錄 有沒有 然後 另外 另外在YouTube上看到好心人的教學 然後就看到了關鍵字 台灣的吳老師 台灣吳老師這麼多啊 到底是哪個吳老師 你要講清楚 我有名字 也不一定是我啦 可能是另外一個 相仿的盧老師 後來發現他 他後來他有寫說 到了工作第二年後 自己有了一些積蓄 因此報名了 東吳推 這個這次確定是我啦 學了更紮實的概念 OK OK 如果他說運用上面還是要靠自己 但是 當然啦 OK 所以這個 也 剛好 OK 所以剛好一個 一個巧的啦 所以其實在 孫悟分析表裡面 一樣啦 我發現 找一找 就是會容易有這個 所以如果以後啦 你想要在那個 某個關鍵字裡面 被找到的話 我覺得 最簡單的方法 錄影片 很快就 放在第一頁了 OK 畫面還給各位試一下 請各位試試看喔 這個應該沒問題吧 先把這個複製貼 中間間隔 一列 然後把它從 那個網路上 抓這兩個資料過來 我剛剛用轉字喔 然後這個程式部分的話 再做修改就OK 怎麼修改 試試看喔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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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